中文字幕提供 重視這裡有全人教育 就是培養這些人民的東西 它會穿那個全人法 除了你本身那科的major 有很多體育科 或者一些道德 或者思考的科目可以開讀 官方給我們是有七個數字 但其實也不是一個硬性條件 要求你必須要做到 本身是有考慮這方面的 人民神職培育 但是一些政策上 去到實行 在學生身上 不是每一個項目都可以 去有效地培養到 學生這方面的發展 大學是一個十年的社會 大學生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社會也是一樣的 每個階層 每個年紀的社會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大學生會是這樣 社會人社就是社會培養出來的產品 不是大學生生存就是這樣 別說只是做年輕人的大學生 當然年輕人的理想更加高 因為沒有牽慮 年輕一定有個熱血和有個理念 如果學生都沒有一個關懷社會的良心 我們人類或者社會就沒有什麼意思 就算不是大學生 就是我們普通市民都有關懷社會的良心 所以我就說 怎樣尋覆學生對社會的關懷 就不是說教的 你不可以拿一個文書 或你上課 那些是考試的 這些是沒有用的 這些是考試的 我們的做法就是 希望把所有學生都帶來課堂 帶來校園和帶來香港 我希望短時間內 可以百分之百個學生 都有機會去學習 全世界學習 所以進入了全球的觀念 其實校園是否應該 有一些畢業的氛圍 可以幫到學生 可以培養到他們的不同的項目 比如我們學生會 一位主席 一位培養領袖 就是一個培養領袖 無論是演繹方式 或是政治理念 當然現在很多政治化 但不要撕開政治人講 這是一個好的訓練 我想問一下校長 你覺得領袖需要對比什麼條件 什麼人民素質 empathy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的心理 或是ethnic 這是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 我們當然希望培養好的領袖 所謂在獨特觀念 embrity方面 包容方面 這是最基本的 很實用的例子 就是送一些學生離開課堂 離開校園 離開香港做的事 就是希望他們建立這些功能 人同人的peer-to-peer learning 你最初是peer-to-peer working peer-to-peer learning 然後才跑出你領袖 所以我們 譬如說 我們傳一些學生去外面做serve learning 都希望他們 不是只有幾個香港仔 希望他們混合國內學生 香港學生和外國學生一起 這個就是diversity 有文科 有理科 有任何科目 developed leadership 在課堂教室都教不到 在文學方面 或者soul science方面 就是香港 雖然是tech world attention room 都不在那裡 在文學方面 一定有開放空間 這個開放空間 如果香港 仍然可以有開放空間 我們的文科 或者文學 創作 creativity 也好 藝術也好 影片也好 寫作也好 或者philosophy 什麼都好 是香港會自由上 開放和有diversity 香港也有diversity 有不同的文化衝擊 凡是文科 一定是要有衝擊 如果開放空間 是維持到現在的工作 這件事是很昂貴的